我上一次讲到针言二章尾有三十句 上次讲到头那十句就是讲到在工作里面 在生活里面怎样处事 今天这十句第十一句到第二十句 是讲到怎样培育子女 我将那个笔记写在你的周刊底页 如果你就这样看每一句都很有意思 每一段每一个saying每一句都有意思 但如果你将它铺陈出来 你会很惊讶我自己用时间去研读 再比较类同的字句 再看那个安排 你仔细看针言的编辑 其实它编辑这十句是有它的意义 意义你仔细看到 就是说它年轻的时候 儿童少年期你怎样去栽培它 到了它成长的时候 它有什么的表现 有什么的挑战 所以我将它分了两行给你看 就是少年期就一直下来的 然后成长了 有什么的父母的期待 或者父母如何继续培育成长的子女 很好看的 因为你一开始看的时候 看第一节和最底的节 就是第一句和最后的一句 你就会发觉好像我们经常说 汉堡包 汉堡包上面是包 下面是包 中间是馅 先看看为什么它说是包 第一句就是少年的时候 父母说你要留心领受分配 则耳听从知识的言语 要强调你要听父母的分配 你要领受知识 在年幼的时候 来到分配 去教小孩子 给他们知识 让他们成长 最后的结果是怎样呢 到子女成才的时候 到子女长大的时候 就是第二十句 就是在二十四章第三节 如果你看到 二十句是什么意思呢 第二十句 二十句就是在二十四章第三节 房屋因智慧建造 又因聪明立韵 其中因智慧充满各样美好 宝贵的财物 这里成长了 不停留在分配 不停留在智慧 现在他有智慧 他有聪明 他有智慧 他不再是听父母 他现在在建立他的房屋 房屋可以代表他的生命 可以代表他的家庭 可以代表大位的家 什么的家 代表后代代代 所以有三个意义 这个儿子 现在领受了智慧 领受了智慧 现在他有智慧 有聪明 有智慧 建立他的生命 建立他的家庭 甚至建立他的后代 哇 父母看得很开心 你说呢 起步是智慧 智慧是好好的 但是呢 你不用担心智慧不是最重要 智慧要有智慧 要有聪明 重要 这是个笑话 不是真的 有一天 爱因斯坦和坐飞机 撞到旁边有一个人 一个普通人 爱因斯坦说呢 哎呀 说明是假的 我应该是说爱因斯坦级的人 很有聪明的人 有一个很聪明的人 就是跟那个人说 不如我们玩玩游戏 我问你一条问题 你不会回答的 就给我50元 他说 当然不会回答 你爱因斯坦级的人 我一定不行 不过这样 爱因斯坦的聪明的人就说 如果你问我一条问题 我不会回答 我给你500元 即是十条 拼一条 都值得 于是乎那普通人和他玩 爱因斯坦级的人 聪明的人就问那个人 你这条问题 问了他之后 那个普通人不懂回答 哎呀 给你50元 于是他又问爱因斯坦级的聪明人 这个聪明人就会回答 这个人糟了 怎么办呢 不过这个人聪明 这个虽然没有很多知识 他问爱因斯坦的聪明人 他说 有什么是三只脚上山 四只脚下山的 三只脚上山 四只脚下山的 那个普通人怎么回答 我都不知道 就给他500元 然后呢 这个聪明人就问那个人 有什么是三只脚上山 四只脚下山 那个普通人呢 怎么回答 我都不知道 就给他50元 哇 出百五元就赚了 五百元了 所以说 你不用认识很多东西的 最重要是有聪明有智慧 对不对 聪明智慧是很重要的 耶和华 以智慧立地 以聪明定天 以智慧使心冤裂开 使天空滴下金路 让你明白一个事实 不是 是用智慧聪明智慧 来做天地的 现在这个儿子大了 他怎样建立头家 怎样建立自己的生命 和后代呢 是用神的智慧 好像做天地的智慧 聪明智慧 来建立他的家庭 所以父母是开心的 见到子女的成长 所以这里第一句就是告诉你 就是要由小时候教他 小时候你奋复用智慧教他 终于有一天 他会有聪明智慧智慧 来建立他的人生 在公元四百年前 有一个哲学家 几个星期前 吴牧师叫他做苏生苏太 叫苏格拉底 他形容他当时的年轻人 他说我们的年轻人 爱好奢华 态度欠佳 藐视权威 不尊重长者 不做运动 只会空谈 儿童成为了家东的暴君 不再是仆人 和父母抗衡 对老师施以暴力 你听下来以为是今天的儿童 谁知道原来是二千四百年前的儿童 是这样的 原来代代都要教的 代代的儿童 都是这么难教的 不要以为以前的容易教 今天的难教 你要教 针研教你四样东西 今天特别提四样的事情 你要教你的子女管教 在少年的时候怎么管教呢 他提到 他说 不要不管教孩童 你用掌打他 他必不至于死 以前我读这段圣经有什么意思 你拿掌打他 打他不死的 是不是这么读 当然不是 看下面那句怎么说 读完下面那句 你用掌打他 就可以救他的灵魂 免得落入阴间 就是说你要用掌打你的儿童 管教他 让他不自滅亡 让他不用死 不是说打他不死 好的时候 打他也不怕的 打他不死的 他打者 爱亚爱者 再打三几下 你监督都坐了 所以这段圣经告诉你 是管教的目的 你打他是一个方法 但最重要的是 你要用掌打他 让他不要走向灭亡 走向死亡 远离上帝 越走越远上帝 越走越走向罪觉 以致灭亡 下面那句 你要用掌打他 使他救他的灵魂 不会落入阴间 你明白吗 所以这段圣经强调的是管教的目的 管教的果效 你管教子女有没有果效 有没有使他去亲回上帝 有没有使他远离罪恶 有没有免去死亡 得着永生 这是管教最终的目的 而不是放在掌上 掌是其中一个方法 在那个年代 兴用掌、兴用棍 这个像也可以解释 不过没有说 诗篇23篇 你的像 你的肝都安慰我 重点是你的管教是需要的 你的管教有没有果效 有没有叫他回到上帝那里 行在圣经的真理里面 还是越走越远 你拿着棍子打他 可能叫他越走越远 但是你的管教有目的 管教的方法要慢慢斟着 当他这样管教的时候 然后呢 你成人又怎样呢 看完结果先 看完结果下面 继续下 我疑 你的心如果全智慧 你心若全智慧 我的心也甚欢喜 你的嘴若说正直话 我的心肠也必快乐 那里的父母很快乐 看到子女有改变 看回上面 成人 成人之后又怎样呢 他说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 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 现在呢 父母年长了 你都很尊重父母 你没有藐视他 而且不特意 你是买真理的 买的 搜集真理 搜罗真理 你呢 你呢 智慧 憤悔 聪明 你不会卖 不会卖出去的 之后呢 现在训练到的小孩呢 不仅是靠父母的 憤悔 不仅是靠父母的 提点 他懂得去追求真理 见到哪里有好的真理 就出钱买 买啊 好像collection 那样 就是搜集 搜集真理 但是呢 搜集真理的时候 他以前在父母学的分辉 的智慧知识 不会卖掉掉了 所以他是尊重父母 不会藐视父母 于是父母又很高兴了 你看高兴两个对比的 就是看到 十三句对十七句 就是义仁 现在不叫我义了 现在叫我义了 叫什么 叫儿子做义仁 儿子长大了 在神的话里面长进了 又追求真理了 义仁的父亲 大得快乐 人生智慧的儿子 必因他欢喜 你要使父母欢喜 使生你的快乐 看什么两段圣经 都是对比快乐和欢喜 一个是年轻 小孩的时候教他 他听说父母很欢喜 一个是见到儿子成长 成为一个义仁 他买真理了 追求真理了 现在自己懂得找真理了 他亦都很欢喜 又尊重父母 又欢喜快乐 所以你不把两段圣经 一起对比 这叫对比 你不知道原来 原来那个作者 这么有心思 这么有意念 你可以就这样读完 这一路顺着下去读 没有空坐在那里 把整段经文砌回来 你看不到那个韵味 看不到作者背后 我想在识经书里面 也找不到这样的对比 不过坐在那里一路看一路看 用《识经法》 《识经法》 为什么会有重复的字句呢 为什么会有加强的语气呢 一看一起的时候 哇 原来真是 针年的作者先讲儿童 以后到了子女成长 一个快乐的父母 是这样的 好了 这里讲管教 管教呢 其实就是叫你小孩的时候 要管教儿童 大个呢 就 他不会藐视父母的教导 也都会自己懂得去尋真理 这个就是那个重要的意思 那 你会看到那些树呢 为什么一棵树会这么歪的呢 为什么一棵树长了那么大 那么久 为什么会斜了呢 因为在小时候一棵树苗的时候 他歪了 没有拉席 年轻的时候 拉席他都容易 当他呢 二三十岁人 要他拉席 不容易的 做父母不容易的 是需要主角概因 怎样拉席 树更加难席 没可能 我们管教儿童一样 小小就要开始管教他 当小孩做错事 你有两个反应 一个是管教 一个是懲罰 一个是punishment 就是懲罰 管教就是discipline 管教呢 希望他改过长进 看将来 懲罰呢 就是看过去 你做错事 我要罚你 懲罰呢 往往呢 就是抒发 就抒发 是不等ép circular灑 可以30分 嗅 可以30分 几分 太多了 下面 小孩子其實整理,就是process information 處理資訊是需要時間的 所以有一個 rule叫做一二三 rule 就是你第一次跟他說警戒他,他繼續 第二次又警戒他 第三次他聽到你的聲音大一點,猛一點 他會認識,他會緊張 他開始整理那些信息 知道認真了,不要再做了 所以要一二三說幾次 你不要期待小孩子一次就會停 講到這裡,代代都有不同管教的方法 所以很感謝主,我們三月 由Pastor Teresa Tong 在黃色那份子的背後,有主要學課程 他講到家教,給父母及老師的訓練 因為年年Pastor Rosa都會教兒童主要學,教老師 所以去年,我早就知道Pastor Rosa走後 就馬上請Pastor Teresa Tong 跟我們開一個課程 在這裡跟北堂,教完九點半,上十一點北堂 都是教父母如何管教子女 也幫助兒童士工的同工們有更多智慧 管教,我們不是懲罰 管教,我們不是懲罰 你稍微重手一點,會犯法的 我們做牧者常常都要處理家暴的問題 通常最好,如果知道有些問題 你可以通知牧者 我們通常會找一些child care aid 去assess個 situation 需要報警等等的事情 是很需要的 來到管教,發覺越老 好像珍言說,不要藐視年老的母親 我發覺人越老,越欣賞父母 我們很欣賞父母 我媽媽九十五歲,聖誕節的時候下去 下去,她就做了一百個Piccan Pie 她說要派給她的團友吃 派給弟兄姊妹和弟兄姊妹 分享聖誕的快樂 我媽媽這麼辛苦 一百個自己焗 但是她就在那裡焗一百個Pi 所以我拍了一張照片 她也有一個很樂意和人分享的心 我媽媽的管教也挺有智慧 最感動的就是我二年級的時候 可能以前說過了 不過我只是幾個故事 我這麼乖,沒什麼故事說 二年級的時候上課 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老師不喜歡我 在我的手冊 打個交叉,即不要 品行紀律,不要打個交叉 媽媽看到一個手冊 為什麼這樣呢,一天就算了 第二天,又是交叉回來 又是紀律不好,品格不好 我媽媽問我做什麼事 我猜是師生說我望天望地 望左望右吧 我又沒有頑皮 我又沒有頑皮 我又是望天望地,望左望右 媽媽又是望天望地,望左望右 這樣 第三天回來又是打交叉 三天連續 她問我,我又不知道 我媽媽拿了藤條出來 我媽媽很聰明 她從來不打我們 她拿藤條出來 她說,如果打了你 你以後不怕藤條 未打你就會害怕 大力一聲在桌上 每個人都害怕 當然是小膽一點的 當然是害怕 有些很鞍皮的就不害怕 但是她說千萬不要打她 她後來教我都是這樣 你不要打,打了之後 她以後不害怕 你有些東西讓她害怕 你打她之後 你找個別人嚇她才害怕 第二件事,她用眼淚 她說,阿姬阿姬 你要生性,你沒有爸爸的 你要生性 她說這一句 我心裡也難過 不僅僅難過 其他姐姐、哥哥都難過 她也難過眼淚 這兩件事已經很殺食 所以你有什麼很淒涼 告訴她的兒女 哈哈哈哈 又黑又黑又哭 然後第三件事,她最少 那個年代很少的家長這樣做 第二天,她拿了半日假 她去見我班主任 她跟我先生說 阿姬其實挺乖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她在堂上做了什麼 你覺得她那麼差 她很想知道做個乖子 你告訴她 她才說,望天,望地,望左,望右 第二天,她見完之後 第二天,她拿回來了 有進步了 可以自己的紀律進步了 品行有進步了 嘩,其實我覺得很冤枉的 我也是一樣的 哈哈哈哈 就是,老師的改變 其實管教有很多方法 最重要的是,有耐性 聽聽聽,做應該做的事情 有些父母有愛心 沒有管教的重容 有些父母又沒有愛心 又沒有管教的那些 那些是 叫做什麼 Negreded parents 就是 漠視小朋友 有些父母 只是管教沒有愛心的 這些霸權的父母 聖經所教的父母 好像神一樣 有愛,亦都有管教 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覺得管教困難的子女 鼓勵你下個星期回來上主樂學 或者你帶著你的子女來 如果你已經大了 你的子女 教育子女是有困難的 鼓勵你的子女來上主樂學 幫助他們有些加訓 其實管教子女是雙重的管教 當我教女的時候 我時覺得自己都沒有什麼智慧 自己都是很猛狀、很暴躁 其實是上帝正在教我 所以我叫雙重管教 上帝教我 我怎樣教子女 所以詳細怎樣教呢 就留在上課說了 好了,第四段 管教 一方面父母管教 子女不斷學習 父母快樂 到了第十四句 就對第十九句 你看看是一對的 如果你不是這樣放在一起 你看不到原來 你心中不要疾度惡人 這邊也是你不要疾度惡人 所以你讀聖經 針言以前覺得很容易 讀一句一句 讀用什麼 今天讀一句就算了 如果你一天讀一句 都好 好過沒有 如果你放在一起 很用心地讀 讀出是滋味來的 原來小孩都會被很多人刺激 小孩都會被頑童刺激 我坐在我後面的讀書的時候 經常會出貓 他出貓的紙 一落在我的外套袋裡 哇 慶到我彈起 我有沒有搞錯 你出貓的紙 貓子 無私捉了我怎麼辦 真是疾度惡人 只要終日經歸的話 因為至終必有善報 你的指望不自斷絕 父母教兒子女很簡單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若然未報 時辰就未到 神是公道的 神一定會報應你 善報你 你要敬畏神 小孩就是這麼簡單的教導 但當這個成人長大了之後 越來越多惡人在他旁邊 以前是橫皮仔 現在出來做工 這個又擦鞋 這個又通貴桶底 這個又握公司 那個又有外語 總而言之古靈精怪 很多惡人在他面前 最初很討厭這些人 慢慢見到惡人發達 見到惡人升官 見到惡人好像很好享受 很快樂 開始疾度 自己又坎坷 自己又困難 惡人這麼順利 惡人死的時候 又健康又發達 又多兒孫 開始就想想 跟他們一起交朋友 所以這個年長的父母說 不要跟他們相處 因為他們的心圖謀強暴 他們的口談論奸惡 之前跟他小孩說的 就是上帝會處理 後面這裡說的 你不要學了惡人 因為你跟他多 你會走歪路 所以詩篇有一篇是很好的 詩篇兩篇 第一篇就是73篇 或者是37篇 我上帝害怕我們不記得 所以用同一個數字 37、73都是說 見到惡人心懷不平的詩篇 你不記得就拿筆寫在他的手板上 37、73 兩篇你讀哪篇都無所謂 我將他簡單寫給你 我選了幾句給你看 73篇說 看看那些惡人 他們既是常享安逸 財富家憎 其實我實在 徒然結淨了我的心 徒然洗手表明無辜 徒然是我浪費 我浪費我做這麼多好人 我不犯法 我不做不好的事 但是那些惡人這麼好 我做這些浪費心機 徒然洗手乾淨 他很不開心 他轉列在哪裡呢 第17篇說 等我進了神的聖所 思想他們的結局 你實在將它擺在滑地 使他們吊在沉淪之中 他說當我回到神的面前 我看到他們的結局 你明白嗎 前幾天真是滑地 是不是 我自己的車房門口 那幾級樓梯都滑地 這幾天都在車房門口出入 真是 真是很滑 很滑 一踩就會跌倒 他說原來這些惡人 好像很好環境 其實他們滑在沉淪之中 我是要去到神的面前 去到神的聖所面前 我才能體會到 於是他再深一層 在神的面前體會到 除你以愛 在天上我有誰呢 除你以愛 在地 我沒有所愛無的 那些惡人所得的財富 所得的美色 所得的虛榮 不是我所愛無 主也我愛無你 原來什麼時候 都是需要回到神那裡 討告 讀經 向神傾訴 生命的轉法 做父母就是要時辭提醒子女 不要疾到惡人 這個世界真是很多惡人的 什麼惡人都有 小孩子的時候有惡的頑童 大的時候有些叫做斯文敗類 有些真是很惡的人 你不要跟著他們的路 要敬畏耶和華 我不知道 我經常跟那些小孩子 聊聊他們的工作 他們經常都會說 這個不好 這個不好 很少可說 有誰很好的 不要疾到惡人 你要專心靠神 在工作裡面有困難祈禱 求上帝指引你是很重要 到了第五句 第五句是很有意思的 你放在第十五句 對第十八句 我而你當聽 當存智慧 好在正直道上引導你的心 你的心就是要找條正路來走 英文就是 set your heart on the right path 你要定你人生的方向 你要定你人生的方向 你的路要選擇 你有智慧 有要聽爸爸的話 定你人生要走的路 到了年長的時候 我兒子要將心歸我 你眼目要喜悅我的道路 現在他父母夠膽 叫他兒子兒子兒子 你跟我這條路走 爸爸年紀大一點 現在爸爸都在走正路 爸爸因為自己尊榮神 走在神的路上 也叫兒子跟他一樣 走他的路尊榮上帝 大家都是說路 看到嗎 一個你要在正道上 一個年長 其實很有意思 好像現在我老了 可以叫兒子 你都學我吧 爸爸 都是走上帝的路 在年輕的時候 我自己都在摸路 三十歲兒子 都是在摸路 所以大家都是找條正路走 你明白嗎 什麼意思 就是 告訴你在座當中 你們有孫的那一代 你們都要走正路 讓你的兒女看你的路 以致他們懂得 跟你這樣 尊榮神 你不要以為說 我年紀大了 小孩不聽我了 不是的 他們不聽 他們看的 他們看你那條路怎麼走 我發覺是真的 那些兒女二十幾歲 覺得爸爸很沒用 這件又不懂 那件又不懂 她懂得比我更多 當他們有子女 三十幾歲 開始明白 爸爸媽媽也不是懵 很多事情解決不了 小孩子 大小二面不行 找父母 有什麼 有什麼 頭暈失業 找父母 有什麼解救 開始有一點點自慰 到了我這個年紀 我覺得我媽媽很有智慧 我媽媽她做人 很多事情 她是很懂得怎樣處事 所以越大年紀 你越懂得欣賞父母的智慧 是很真的 懂得看父母 起越父母的路 我希望你有一個好的父母 如果你的父母不好 你有一個天父 不要難過 但是這裡提醒我們 我們越年獎的時候 越要走一條尊榮神 行真理的路 因為我們的兒女 不是再聽我們 是看我們 她看我們的時候 會不會喜悅 我們所走的路呢 很重要 說到這個走的路 我覺得 在不同年紀裏面 有不同的學習 或者先說下面那幾段 然後再說 下面那裡 就說年輕的時候 小孩的時候 要跟她選好朋友 不要讓她認識一些豬朋狗友 好喝酒的 好食慾的 不要跟她來往 因為好酒 好貪食的 會貧窮的 好睡覺的 會穿爛衣服的 這個很有意思 不要經常顧著打機 不要顧著吃東西 又經常睡覺 又不讀書 又不做事的人 不要 要問母三千也要 你要跟她選好朋友 那些勤力讀書的 那是真的 我們為什麼會13歲 從猶太區搬回唐人區呢 因為發覺搞不定 如果再遲些搬 我兒子就會學了那些人的生活 都是回到唐人的價值觀好一點 我們搬 就是因為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她的朋友很影響她 這些朋友鼓勞她 偷飲、偷食、偷睡、偷玩 但是呢 但是帶了 她不想影響不是朋友 是酒色 酒色 來吸引其 然後呢 說 妓女是深亢 愛女是堪 Armor 誰有禍患 誰有憂愁 誰有爭鬥 然後說一說一說喝酒 然後我什麼時候清醒 我迎去尋酒 這裡說酒色 色酒 說女色和酒 小孩子你不要太管教 他就貪飲、貪吃、貪玩 不正經 大一個他就會重情酒色 是不是只是酒色呢 等一下跟你解釋 為什麼針然這裡用這麼多蝙蝠說喝酒 說色呢 他就說妓女是深坑 愛女是陷阱 愛的陷阱 他說他埋伏好象強度 他使人中有奸詐的 他叫兒子大過你小心色情 不要去找妓女 妓女是深坑要付錢的 所以多多都不夠 深坑走向滅亡 深坑阿Bus 深坑是滅亡的路 外女呢 什麼叫外女呢 就是Wayward Light Wife 那個人本來已經嫁了人 不過他有婚愛情 叫做外女 外女是一個窄的井 什麼是窄的井呢 以前的井口很窄 下面很闊來裝水 Tistern 中國有一個窄的井 最特別的就是為何他會用這麼多蝙蝠去說酒 當聖經用這麼多蝙蝠來寫一件事的時候 你要問這個問題為何要用這麼多蝙蝠 為何這個針言作者這麼緊張喝酒呢 他說誰有禍患 誰有憂愁 即是借酒消愁 誰有爭鬥 誰有哀嘆 誰受傷 誰的眼睛都紅 眼目赤紅 紅赤 就是形容喝酒之後就是這樣 下面呢 更重要 他說呢 你喝酒之後看見怪異的事 喝了之後是Illusion 一個人看了媽媽出來 見到媽媽就見到四個人 有怪異的事出現 口就說一些乖妙的話 即是亂說東西 無緣無故說一些無厘頭 不知道說些什麼 好像躺在海中 擺下擺下 擺下 像坐船一樣 又好像坐在肝軌上面 即是那條肝軌上面 你說人打我 我都沒有受傷 其實全身都傷了 但我喝醉了 喝醉了 人哪打我 我都不覺得 整個人都麻木了 我何時清醒 何時就去尋找 醒來 醒來 又再回去 那我想的問題是 為何真名作者這麼強調走呢 其實因為當時的世代容易沉迷的 容易上癮的 就是走啦 是不是呀 今天可能是賭博啦 可能是大麻啦 藥物啦 可能是色情的網站啦 可能是 總而言之那些東西令到我們上癮 容易我們呢 一醒來 就可以去做啦 即是我醒來 最後一句 我何時清醒 仍去尋找 仍去尋找 仍去尋賭博 仍去上網 仍去吃藥品 即是什麼容易addicted的東西 其實 人大了 錢多了 容易上癮 小孩沒有錢 就只有個機器 所以打來打去都是那個遊戲 你大人有錢 可以買這個玩 那樣玩 換物喪智 可以很多東西 所以針然這個作者提醒這件事 要提醒他成人的兒女 你現在發達啦 有錢啦 不要陷入女色當中 或者不要陷入男色 色情的東西 又不要陷入上癮 你會被捆綁的事的當中 聖經裡面提到 你不要做糊塗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醉酒 酒能夠使人放蕩 但要被聖靈充滿 所以如果你代入這個針言這裡 就是 我何時清醒 我仍去尋求聖靈充滿 哇 多正啊 我何時清醒 我仍去尋求聖靈充滿 Ox我們自己問後 這是他要是教子女 教我自己的 不要醉酒 因為酒要無法使人放蕩 你的生命要被神引導 尊明神陷入憑 要被聖靈充滿 所以無時清醒 就要尋求聖靈充滿 这里很简单就是说了爸爸告诉子女 你要有人生的道向 有人生道向你懂得选择你的朋友 哪些人影响你 小孩的时候不要找猪朋友 你有了一条路 你懂得找合适的朋友来鼓励你前行 当你年长的时候 你看看父母的为人 你都跟着我的路 因为我是跟着上帝走的 你要小心不要被什么吸引了去 被美色 不要用走或者任何使你上瘾的事情 我觉得教小孩定的人生方向 年纪不同有不同的方向 因为这里多些父母 可以跟着我加这个 我自己觉得五岁小孩 已经可以教他爱耶稣 他未必明白什么罪 但他已经懂得爱耶稣 如果你小孩五岁 还未懂得说爱耶稣 你很快点在这方面要建立 不知怎样建立 下个礼拜上堂 当他六岁开始入学的时候 要开始教他对读书有期望 有水准 有水准 这是我自己的经历 那你到了13岁 读中学的时候 中学的时候 更加要提他读书有水准 现在父母让你自己读 不过你要告诉我 你想拿多少分 你拿得不好 我就要学祖母去见先生 就是告诉他 是真的 我儿子不懂得如何拿80分 请你教他 到13岁 一定要跟子女教他 纪念和性的事情 所以我们有Purity Camp 是很好的 教会有这些安排 我们那个年代没有 然后15岁 开始跟他谈下他的前途 他的工作 因为他中学开始选科 亦都可以赚钱 16岁开始 18岁 要特别教他 他十一奉献 因为开始暑期工 多钱 小孩子开始派报纸 叫他十一奉献很容易 一个月给10元 他自己赚了 给出来都很容易 当他第一份暑期工 正经一点的工 一个月要给几百元出来的时候 很困难 但是如果你从小教他十一奉献 很容易 如果你再告诉他 父亲一直都十一奉献 上帝如何祝福我 他更加容易 当他大学出来的时候 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你要叫他十一奉献 太迟了 一拿几千元出来 说笑吗 所以从小时候开始 要教 18岁的时候 要认真地提醒他 现在我都常常提醒我的小孩 他们赚很多钱 你要照足给上帝 上帝才照足祝福你 到二十五岁开始 他不是很喜欢这份工 出来做了几年工 提醒他 做工是为了主去做的 不是为了passion 那么简单 现在结婚 次时提醒他 不要拗气 拗得这么准 免得不能回头 做父母有很多事情要提醒 每个年纪都有不同的提醒 所以今天和大家看这个针言 就是引子 因言提了几件事 他说你用心管教你的孩子 小时候开始教 到了他年长的时候 希望他懂得建立自己的家庭 他有自慰、知识、聪明 他有自慰、知识、聪明 小时候父母管教 他要自己不断的成长 再遲些要见到四周围 很多恶人 他的心会想跟着恶人 提醒他敬畏神很重要 再进一步 就是指导他人生的方向 我们要做一个榜样 让他有一个人生的 跟随的路向 远离任何 会使得他心远离神的东西 这就是针言这十句管教 令你领受上帝的教导 我认为你对人的宫儿 向他求兴致神 我会使得到三周围 会想你为你的子女 如果你是子女 为你的子女来祈祷 或者你为你的父母都感恩 亲爱主 我在这里 在一起我们众弟兄姊妹家庭的主 我们承认很多时候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尊荣到你 今天求你赦免我们特别顶撞你 没有好见证的罪 让圣灵再一次将你的爱 囂灌在我们的生命里 让我们懂得如何继续作为父母 用上帝的爱 上帝的智慧去管教 教导我们的子女 也帮助成了长的子女 他们可以常常归回上帝 也帮助我们众人 成为子女的榜样 或者年轻人的榜样 让他看到一个专名人的人生是如何 求主帮助 奉耶稣命求 阿们